漏眼鉴定手镯一般分为三看一听 今天的这个视频你们一定要看完哦 第一看 看表面 我们用灯光照射一下 看到它有很多的双石纹 非常的明显 另外的话 颜色是沿着双石纹来分布的 员线碗撞型 第二看 看结构 如果你的手镯 它都是暗淡无关的 无论怎么抛光打磨 都会有一层雾蒙蒙的感觉 第三看 看淫光 需要借助紫光灯 注焦的翡翠 会有大面积的蓝色荧光 如果局部有蓝色的荧光点 有可能是蜡子的残留 或者抛光粉的残留 最后就是听 这个难度有点高 首先拿个绳子 把手镯吊起来 找一个金属的勺子 用勺背来敲击它 如果敲击 心音清脆 那就是天然的翡翠 如果敲击声 发懵 那就是注焦的翡翠 鉴定翡翠真假 三看一听 你们学会了吗 在评论区告诉我